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Kill Club的滑板开箱栏目 我是管博 哈喽 大家好 我是Tracy 今天给大家开箱的就是万斯最新刚刚推出的 Half Cup最新款 不过在讲这个鞋子之前 肯定要先跟大家再聊一聊 Steve Caballero 他今年57岁 12岁开始滑板 16岁成为职业滑手 他发明过一个滑板动作就叫Caballero 可能你不知道他其实是墨西哥裔和日裔的混血 同时呢他除了职业滑手 其实他有很多其他的身份 他是一个艺术家 比如说他的第一块铅名板 这条龙就是他自己画的 然后他还喜欢骑摩托车 他还是一个蓬河乐队的乐手 他组建过很多乐队 他也喜欢玩汽车改装 非常非常的丰富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他是万斯的职业滑手 你知道滑板第一次在奥运会亮的相是什么时候 难道不是去年的冬季奥运会吗 其实是1996年的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闭幕式 在这个闭幕式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机械运动的表演 Steve Caballero就和Tony Hawk 还有Andy Matt Donald等等的滑手 一起参加了这个表演 好了说了这么多这个Steve Caballero 那么就来看看这一双非常非常传奇的 已经出了30年的职业签名款滑板鞋 今年刚刚出的最新款的这个鞋子和之前的HUB CUB有什么区别呢 让出去给我们讲一下 他还是在产品名称上有一个片92 为什么 因为这款是完全全新出 但是复刻了92那一款的版本 往年的HUB CUB都是以帆毛皮 而这次我们用的材质却是以诸葛容的一个形式 会比以前更加加固更加耐磨 鞋舌和以前不太一样 加厚加固了许多 同样那么在鞋舌里面 我们还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不会让鞋舌乱跑 后跟还是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展示 因为之前的HUB CUB是没有后跟1S标的 是吗 我以为所有的1S的ProSkid都会有一个小标 以前是没有 以前是没有的 那么同样在鞋垫 我们还是用了全新的最好的抗震的泡棉 POP CUSH 在鞋底部分也是化成我们最想要关心的部分 它比以前更年了 也是我们从去年开始的一个Sick Stick 就粘性很好 然后更好的抓地力 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这双鞋真正的持久耐用在哪里呢 我们会在鞋的后跟里面能看到一个它加固的一个碳板 这个地方我看到里面有一点黑黑的是吧 对 所以是有加一个碳板 加固的碳板 会让你在后跟着地的时候 还有脚跟触碰到滑板的时候会更加的稳固 既然说到了这个鞋子有30年的历史 那肯定不能不说一说历史了 对吧 是的 Half Cup是1992年就是推出的 但是在这之前它的前身是Full Cap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双Full Cap 就这双 在1989年 因为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做过一个 就是屏幕后方你会看到Full Cap的一个30周年展 那同样这块板也是一个复刻 所以今年是Half Cup的30周年 2019年的时候是Full Cap的30周年 那个时候还没有疫情 Vance在广州做了一个展览 对我们做了一个展览 把Steve Caballera都请到东坞来了 今年因为有疫情 其实不然的话说不定也请过来 也请过来 刚才介绍他的时候我还忘记了一句 Steve Caballera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职业滑手之一 1994年的时候他也来过 所以你想想他94年来的时候 这个Half Cap刚刚问是两年 92年发布的 是的 这样穿在一起看就有点意思 是很有意思的 然后那么后来是Full Cap发布了 89年发布两年以后是怎么演变出Half Cap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鞋子向对比 对 我在一些资料当中看到 其实当时因为大家还在滑 晚直以及大型NIN RAM 很多人还没有慢慢的去到结实上滑 到之后整个美国的体育环下 不太重视赛事的时候 大家开始转向结实了 然后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鞋帮相对比较高了 然后大家就 做动了不太方便了 不太灵活了 对 然后DIY的形式自己亲自去剪 然后没想到九二九只就在街头上流行起来了 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头 肯定出过无数款的这个Cablera 是吧 是的 我们今天也带来了几款比较特殊的款式 跟大家一起看一看 好先从我手里的这一款开始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Half Cap 20周年 这个是十年前 2012年的时候 万斯给我C丁的鞋子 已经流流了十年 然后呢 还没有氧化 2012年的时候是它发布20周年 这个是20周年推出的一款 Half Cap 从我目前看这双鞋 还是比较还原最早的一个复刻版本 因为你看到 对这个鞋舌你可以比较一下看一下 对比一下 一些细节量还是不一样的 对整个这个鞋子的这个 所以这个鞋款随着时间的演变 它会有一些不断的调整 不断的调整 看完了这个20周年呢 剩下几双Treece带过来的 讲一讲吧 从哪一个开始 既然从20周年开始的话 我们就主要往下走吧 好 那么现在进头前的这双 如果小伙伴还有印象的话 如果能够猜出是哪一位滑手的签名款的话 请打在弹幕上 请打弹幕上 请打弹幕上 好了 这是一双比较在这个里面 这四双里面是最鲜艳的一款 因为这一款其实是 是2018年 也是我们Once 一位传奇的滑手 同样它也是 啊 才被兼具 也喜欢音乐 也喜欢玩一些对相机 前那儿来卡的活动 管歌也有趣 这也是专门为它做的一个活动 它是Ray Barbie 好 那么讲完18年呢 中间我们就 匡匡跳过了 19年 因为19年是副CUP三周年 然后我们前面有讲过 那么就来到了2020年 这张也是我自己收藏的一双Dime Dime 其实这个的整个的广告啊 还有什么都特别的有创意 那么Dime同样也是一个比较 呃 契合年轻人 也懂滑板的一个小团体 也是一个很很有名的一个品牌 刚才Tracy在前面介绍的时候说过 最新款的Half Cup脚后跟这里是有小标的 对 以前是没有标的 这个是我今天才知道的 嗯 对吧 你看以前的这些款鞋身上 都没有 都没有标的 对 但是 这个合作款上是有标的 对 对吧 这个合作款上是有标的 那么又回到了真正的实战鞋 实滑的鞋 然后我们也是在 也是2020年 同样也是这一年 也很 这一年蛮精彩的 然后我手上这一双呢 就是也是众所周知的 它的绰号AKBOSS Andrinos的一双签名的比 这一双其实也算是我们今天主题 30周年的一个 等于说是第一稿 样鞋了 开篇之作 开篇之作了 对 然后这里面很多的Renos的个人元素 因为这个鞋身上是没有 是有Renos的签名的 其他的其实都是没有的 完全都是 完全都是Half Cup 全都是Half Cup经典的造型 对都是它的这个标 对吧 Half Cup这个标 是的 即使签名 即使联名款也是 对 但是这双就不一样 因为Half Cup的标 在鞋身里面 反而这双是Renos个人的PE 既然是PE款 最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鞋垫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 特别有纹理 衬衫的 代表Renos一个个人特质象征的 一款鞋 一个布料花纹 一个布料花纹 同样也有Renos的名字在一起 是 所以你看一个这么经典的 有30年历史的鞋款 也不是什么滑手都可以给它出这个 个人这个签名也好 这个配色也好 对吧 你看不是ReBarbie 就算Renos这个量级的才可以 好的 屏幕前段小伙伴们 如果你喜欢我面前这两款 The Half Cup 30周年经典的系列呢 请去ONE'S官网 以及天猫旗舰店 还有你身边的好板店 Support your local 好了 那么今天说到这儿了 我们又到了送礼品的环节 马上就是春节 我们要送的就是 最新配色的Half Cup 怎么送呢 在公众号 关注KC Skate 就是下面这个账号 我们会在大年初三 抽出一个幸运的花手 送给你这双鞋子 祝大家新年快乐 公众号 小强 不愿意 唷 傍